大家好 为什么又要给我发私信呢 你们是想让我评论这个视频吗 大家太看得起我了 粉丝老师们 对不起 还是事先声明啊 以下任何观点都是我个人的酌见 有任何跟你们想的不一样的 粉丝老师们对不起 我搜了一下 这个视频是跑男20年时候的一个节目 一小时45分钟 这也太长了 大家这影片真的好长 因为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有版权的 所以在我的这个影片里呢 我就放一些图片 哦 到了 在52分33秒开始 射箭内容出现了 这个是在青海 他们就不能把手里的弓放下来了 他已经把弓顶在肚子上了 明显这位大哥都举泪了 什么叫中国唯一一个射箭奥运冠军 我应该不会这么介绍别人 哎 这里开始给蔡徐坤单独的镜头了 就是说他有一些脑袋有一些后仰 这就是我讨厌看综艺的地方 就反复地剪蔡徐坤不停在那儿练 然后就是打不准 但到最后呢就要有个反转 就好像谁不知道你会反转一样 哦 7米 然后一个80全环把 然后前面就有个破框在那儿大 反正它就是个7米 其实我真的非常不明白 为什么要加这种晃里晃当的东西 说白了这个圆圈连把纸整张都能穿过去 在前面晃有什么意义 好好射箭不行吗 这个里面说 李承拿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射箭冠军 哪怕是个业余赛事 一个冠军 至少他的护工神 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粉丝老师们对不起 好了整期的跑团看完了 不管你是在B站看的这个版本 还是完整的去看整期节目 内容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蔡驱坤的动作吧 粉丝老师们对不起 蔡驱坤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会往后仰 这是最直观的 但其实还有一些小问题 在撒放的时候 他一直使用的是定撒 但与此同时 这整场比赛里面没有一个人使用护工绳 而且还请了奥运冠军 来现场知道 这个其实是不太应该的 因为如果你去报射箭课的话 第一堂课一定是会教你使用护工绳 然后让手部放松 不去抓工 那如果你还不会使用护工绳 可以先看这个影片 所以呢 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有人对你说 你射箭像是十分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骂人的话 因为新手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诶 屏幕前 你是不是要发弹幕骂我了 但我们倒回去想一下 自己刚切出射箭的时候 自己那个动作又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其实还好了 蔡旭坤的动作肯定不标准 但是不至于非常糟糕 至少他的弓是正过来拿的 而且你说 这个胖子射箭 跟蔡旭坤射箭 哪个会吸引人来了解射箭呢 NBA好像 但其实我还是很建议那两个破铁光 好了不能多说了 言多必失 那今天就这样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